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他取得了胜利 随后的这一招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 看得人热血非常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有队员躺在地上好像是受伤了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 他们控球控得很稳 直到他们丢了球权 这一脚跳传很棒啊 尺度拿捏的啊 非常不错 打得太高了 脚没有收住 张瑞 对手的传球啊 过不了他这一关 迪克马腾斯 失误了 迪克马腾斯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 机会不错 文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球 脚球开出来 是往前点给的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张瑞 身上的伤对他影响很大 教练不应该让他继续比赛了 向近距离也送了一脚船中 把球送出了危险地带 维维安尼 米的马 多米尼克 布拉德沃斯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区直入吗 在前场抢断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机会啊 文将把球扑出了危险区 防守队员为对手送上了脚球啊 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 没什么问题 这是个脚球 脚球给到了前点 这个球传进来了 但是被防守抢去了 没有能够形成打门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选择从边路内切 我还以为这次可以进球呢 没想到球被对手断了 我也被他们坑了 只要拿到就是机会 这抢断漂亮 这是米的马 这球犯规了 他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黄牌有可能啊 在裁判看来呢 这个犯规是要给牌的 我也同意裁判的看法 好的 他们把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球 回顾一下进球的过程 他们在边路送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传终 而对方的门架 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看来身上的伤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也许要考虑换下他了 这个球啊 推进到了前场了 往刷 防守队员做出了一次精彩的篮截 来到了禁区边上 全场观众开始沸腾 高海射门 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 这回很轻松就拿到球了 但是刚才那次可一点都不轻松啊 没错 对手真是没有好日子过啊 看样子裁判是认为有犯规发生 垂停了比赛 达尼尔 范德东克 漂亮的响断 夺得了球权 来看看他们的进攻端的发挥 打门了 门将把球拒之门外 好险啊 差一点就又丢手了 嗯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马腾斯拿球 又还给了马腾斯 他带着球啊 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 双妹子 王尚拿球 球友回到了王尚脚下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球丢了 反击没有打成 再办判罚了任一球 吉尔洛尔德 直接选择了打门 打的是不错啊 但是门将还是很轻松的扑到了球 其实边路有空当啊 王双 倒分的机会 非常重要的一次扑就啊 东方获得脚球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交给了吴海燕 交给了吴海燕 门将立功了 这位效果不好啊 交给了吴海燕 是想着从这么远的地方 试试运气吗 上半轮比赛结束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王珊珊 传给了张瑞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这应该能追一个回来吧 好球 分差只有一个球了 这个比赛还有得踢啊 这是完美的 关云尝试的单级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比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多棒 张欣 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 想打一个防线身后 似乎力达 斯比采 维维安尼 米德马 球到了米德马这里 米德马的机会 球进了 林杰优士扩大到两个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 也都非常浮色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 林杰相当稳健 划解了这次攻势 但是让对手拿到一个脚球 脚球开到前点 就到了斯比采脚下 交换给了斯比采 没能逃过裁判的火焰金睛 确实是越位了 他是送悟空转世吧 张欣 王珊珊 唐嘉丽 这个直赤机会把握非常精准 球进了 这是他们今天第二次洞传对手大门 这脚直赤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波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尼尼特 贝伦斯泰因 尼克马腾斯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球还在脚下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就看马腾斯了 对角打门的水平啊 有点低啊 难道是门将给的压力太大了吗 有可能 边路现在有很大的空间 船中找中间的队友 解位失误啊 球还在危险地点 队友没有犯错 危机已经解除了 三百名哨 一次很明显的犯规 找一下队友配合 这个传球处理得有问题啊 球直接交给了对手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钟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弱点不错的挑传 通过传导啊 来拉扯对手的防线 禁区里及时抢断 超级关键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精彩的传球 米的马拿到球了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球进了 米的马还得扣他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就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防守队员破坏了这球 传给了王珊珊 起死回生的机会 在这样的距离上 他们也无法打破对方门间的实质观 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啊 他今天站在门前就像是一堵墙力在那儿 你看到他就会有一种根本没有进球可能的感觉 这对门将来说不是太难 我都能扑出去 维维安尼米的马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这个球横传到了进区里 被对方轻松地得到 这次进攻只能作罢 王珊珊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直接传到防线背后 好机会 王珊 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 维维安尼米的马 吉尔洛尔德 尝试攻门 说明这球扑得好啊 他们的 替补齐兵 现在要登场了 和队友打了个战术 迅速铲球破坏掉 对方在进区内的进攻 一脚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界 接外球 罗嘉慧 又把球拿回来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文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用戏 Cameron 这一触摆在那里 请大家赞考击 测试 感谢观看